有人说唐代大诗人王伟是天下文宗 也有人捧他做人间诗佛 但是读过他的诵别诗 才发现他竟是一位深情款款 以风自孝的多情人 今天我们就说说王伟和他的一首诵别诗 《诵神子福归江东》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诵神子福归江东》 唐王伟 杨柳渡头行客西 古诗荡讲向林奇 唯有相思四春色 江南江北送君归 王伟一生所作的诵别诗非常多 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风格多变 宋有归隐表达了自己对淡泊生活的向往 宋有妇人又充满了阴阴的劝勉 安慰友人贬折落地 更是情深义重 慈悲心长 但这首《诵神子福归江东》 却没有留下任何背景交代 神子福的生平也不祥 想来也必是王伟的一位好友 也许神子福应该感谢王伟 如果不是他的这首诗 千年后还有谁记得他的大名呢 但我们倒是更应该感谢神子福 如果不是当年他和王伟的一段情谊 我们今天又怎么可能读到这首 基调明朗 哀而不伤的古诗呢 唐朝开元年间 王伟去岭南任知难选的途中 顺着长江上游 送别友人神子福归江东 王伟站在杨柳招展的渡口 看船只来来往往 送走一个个离人 烧公摇荡着船桨一路东行 王伟站在已然冷清的渡口 看着友人离去的背影 有点远 看多少春风又来 杨柳又散 目尽江湖白帆 江水如蓝 站在岸边 只想把这满江春色 从江南江北揽入怀 好送友人 平安归家 用今天的话来说 王伟的确是个天才诗人 他不但感情丰富 而且善于表达感情 这首送神子福归江东 以情入井 用井输情 形成了一幅春日渡口分别的清绿山水画卷 蓝的是江水 白的是船帆 还有满江南北的春色 使得这首宋别诗情意满满 春色无边 渡头是宋客之地 杨柳是渡头献成之景 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 这里写杨柳 不仅写献成之景 更是烘托 送别气氛 在这首诗中 诗人突发奇想 把对友人的牵挂之情 比喻为风盈名利 无处不在的春色 从而伴随着友人 一路而行 直到他的家乡 这是何等新颖别致 自然贴切 耐人寻味 此诗的主题 虽是离别 诗调 却不以哀伤为主 翻添了几分 明快和清理 好了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吉 我是田威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聊聊您喜欢的诗词 再会